让座如影的青年也能够参加篮球活动 台中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 这天举办男不男趣味活动 设计了投篮及趣味闯关 有将近100名的心智障碍青年 开心共度一场紧张刺激的篮球盛事 投篮的快感和乐趣 一般人或许习以为常 但对于全一身心障碍的青年来说 却是难得的梦想体验 为了帮助他们圆梦 台中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这天 举办男不男趣味活动 让他们也能体验篮球赛事 就是篮球难不男不男 那我们已经是第三年了 那今年我们很特别 又加上比较重度的风源中心 弹子中心做轮椅的服务使用者 我们觉得在各种有趣的活动里面 他们也有权利要参加 活动结合了投篮和趣味闯关赛 坐轮椅的青年也能参加投篮活动 而未参加的青年也组成热舞啦啦队 前来打气加油 指导老师表示 虽然球赛对他们来说 有不少的肢体限制 但他们在赛前还是努力练习 就是给他们机会 我们刚好楼上有一台投篮机 就是会带他们去安排一个休闲活动 让他们去投 就是练习啊 然后其实也给他们机会 就是让他们可以放松 在篮球 参加篮球赛对战的时候 很刺激 然后还要去应用 人家教练教我们 老师带我们的方式 智能发展中心强调 透过运动赛事 让他们不管在人际互动 或是团队合作上 都有所进步和成长 更难得的是 结交到许多新朋友 也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梦想 记者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